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28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17.495 收盘价是109.10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在119.67 最低价是到达了108.7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1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086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5倍量增 KD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那目前KD值已经开始顿化 MACD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也是继续下行 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投的趋势中 并且是在增强 好,我们来看K线信息 在12月27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韩上有线的长红K线 那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 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开盘之后股价是一路下沙 最后收盘价在最低价附近 那几乎是在当日是空投占主岛 那说明了日后股价会有继续下跌的走势 那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股价在连续数日的下跌 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一直是在暴增 那我们要小心日后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输出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跌 收盘价会在118附近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止跌 收盘价在125 实际在12月27日收盘价是在109.10 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并且呢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110 这条水平线那110呢是我们前期视频定义的它的下行的一个目标 那也就是跌破了这样一个重要支撑 那对我们可以看一下110是2020年9月8日的最低这种K线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跌破了这样的一个点位 那也就是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向下去测试新低 嗯对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从K线信息上解读 也是股价会继续下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12月28日股价继续下行 它的目标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前低108.76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 好 那如果跌破前低出现新低 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0关口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 那我们说如果这个100关口再被跌破呢 下方的目标我们说是在91这个位置 我们在91先把水平线加上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是在哪个位置 91这个位置是2020年8月1日的最低 我们来看看 前面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2020年8月11日 这根K线的最低就是在90.99附近 对也就是说如果股价跌破了100关口 那接下来的目标将是91 那再向下我们会看到将会回补下方的这些缺口 好那么那再继续向下呢 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说过我们来看月K线图 月K线图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个125均值是在71附近 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跌破了91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测试这个月K线图当中的125均值在71这个地方 好我们回日K线图那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在下跌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现在的每一个点位呢都有可能会促使股价出现止跌反弹 对好这是股价的下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说股价一旦出现止跌向上反弹那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对于12月28日来说就是这个 上行上行线的长红K线实体部分的50%这个位置是在113附近 它是这根K线的50%的成本线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条线我们调整一下线 我们把这条线移到113 好这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对就是要占上113 那如果反弹占上113呢我们说再向上就是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118到119附近 那同样我们会看到这个上方呢前高是在119附近 然后加上上方的这个缺口是119到121 那我们说其实第二个目标就是从118一直到上方的121 嗯这个区域将是股价出现反弹的呃要反弹要站上的第二个目标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是呃也是非常强的支撑呃非常强的压力 所以我们在这呃呃我们在118这个地方加一条线 或者我们加在上线121这个地方我们一会来解释一下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 上方的这个水平线都去除 好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啊股价一旦出现反弹 我们说从113开始一直到上方的121啊 我们说在这个区域都是非常强的压力 那股价呢很容易是在这个区域内预压而出现转折向下 然后继续下行 对好那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压力现在是非常重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12月28日来说下方我们要关注前低108.76 那跌破这个前低就会有新低出现 那股价一定会是继续下行的走势 那上方我们要关注113这个水平线 我们说股价只有站上它才能够继续反弹 否则会预压而继续转折向下 好那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12月28日开盘之后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的 我们说是113 然后呢第二个压力位就是118到121 这是第二个压力位 好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34附近 当然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好那这是上方的三个压力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支撑是前低108.76 第二个支撑是100关口 那第三个支撑呢 我们说就是下方的91这个水平线 当然下方还有一个72 也就是月K线图当中的125均值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1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都是 都是说股价会继续下行 那第一个下行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就是股价将会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最高是到109 最低下方会下探到98 收盘会收在99.5附近 也就是说这个下跌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跌破100关口 那另外一个下跌呢 是一个小幅的下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也将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13 下方最低可能会到达101 收盘价会收在102附近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 在2022年12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观看